所以你洗一間三個要一萬幾塊 你別洗整天當中不用花一萬塊啦 三十五十的啦 我如果是每一個月要洗一萬七千多 那你罵是對的 如果是三四個月 每次洗都是七十幾件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錢 喔 吃你吃喔 這次要來賣光錢 這次要來賣光錢 不然拍 再見啦 我愛你喔 你這三個 洗得太多啦 甘冠的喔 我還沒看啦 喔喔喔 後面還有一個 可以幫我看嗎 這幾個甘冠的還沒 我再生一生來 幫我開車嘛 你那時候放進去啦 你是不是整地啦 你待會兒這樣還撈他 老闆 老闆 請問你一次都儲值多少錢 甘冠萬幾塊啦 怎麼要儲值 我看如果三四萬塊了 掉掉就沒掉就沒掉 但是助理有說喔 這次洗完還有魚鵝耶 這次我有魚鵝啊 有魚鵝不是都不要掰 代表老闆這次有打折喔 因為這次賺這麼多人打折 儲值本來就會打折了啦 但是以前就是儲值一次 洗回來就沒有了啦 衣服災難耶 其實我覺得你很傻耶 為什麼 你為什麼不要送去家裡 這樣就不會被罵啦 在這裡才可以爸爸付錢啊 喔 也是喔 又是一次的免費洗衣解鎖 網友KD每次衣服送洗 都花好幾萬元 近日他就上船送洗衣服 被爸爸念的日常 不僅要爸爸幫忙拿 還要爸爸付錢 最後直言開一間洗衣店更划算 讓大家哭笑不得 洗魚 洗一間三個要漫幾塊 你別洗一間三個要漫幾塊啦 那為什麼 後來幾百年洗完幾塊 我沒錢不好 不然我感覺很害羞 你也好嗎 比較藏不藏的啦 我如果是每一個月 要洗一萬七千多 那你罵是對的 如果是三四個月 每次洗都是七十幾件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錢 啊 試試試試看 每次要來跟明王家 就是要來跟明王家 拜拜 再見啦 我愛你啊 T.T.又一次 成功拯救了地球 你這什麼 洗得太多了 敢看的嗎 五塊啦 哦 後面還有一個 可以幫我開門嗎 這幾塊工具了啦 開門 所以洗什麼 那時候我開門嗎 你那時候放進去啦 你不是要去幾塊啦 你待會這樣還撩他 你夾了嗎 太重了 我手跟不住了 老闆 老闆 請問你一次都儲值多少錢 我都萬幾塊啦 要儲值 我看如果三四萬塊 拿了還沒拿就沒拿 但是助理有說 這次洗完 還有魚鵝耶 這次沒有魚鵝喔 哇 魚鵝很表白 代表老闆這次有打折喔 你這次要減多少 打折 儲值本來就會打折啦 但是以前就是儲值一次 洗回來就沒有了啦 地服災難耶 其實我覺得你很傻欸 為什麼 你為什麼不要送去家裡 這樣就不會被罵啦 在這裡只要被爸爸付錢 喔 也是喔 又是一次的 免費洗衣解鎖 哇齁 我們可以直接開一間洗衣店 對啊 我就說有沒有要合夥了 你知道嗎 投資利息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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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